记者会 那各位大概看到这些船 大家就知道我们这一次主要的活动呢 就是在这个礼拜六 在我们的运河会有一个独木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会分为六组 那刚刚有这一个 问我说我有没有滑过 我跟大家报告 我有滑过 我真的有滑过 而且我不是 不只滑过一次 因为我在静南大学服务的时候 静南大学的超艇队 应该也算是全国知名的 那时候的超艇 我记得在台北体专 他们体育科系出来的代表都是八连霸 第一次有人把他们拉下来 就是在静南大学 所以静南大学在日月坛那边有一个很好的场地 那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一边的场地呢 比他们还要更好 因为也感谢经理这一边 在网页上面有一些资料 那我就先上网去看 据说啦 我们的运河是在1823年开始做 到后来到1922几年到1926年再重新再做 那这个运河呢 如果我们绕它一圈的话 应该是10公里 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啊 我们的陈天桥在改建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从安逸桥往东走 再往北走 然后这样绕一圈回来10公里 那这个10公里我觉得有几个很特殊的地方 第一个是我们台湾呢是一个岛屿 照道理讲我们大家都要很清水 可是以往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清水 所以各位如果说有机会到运河上面 你可以发现虽然你必须用力的去滑 但是呢在那个在那个运河表面 那个温度和那个水汽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清水 而且有那种宁静感受的一个机会 那第二个呢是你在一条呢 能够最代表台湾的运河上面 那这一个又是很难得的机会 那虽然啊未来啊我们会有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运河 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观光的 这一个游艇或是怎么样 但是呢 那个李文正李一言来了 这个安平区 每一次办活动的时候我们一言就必然会来 那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运河里面 又是另外一个 很好的一个经验 那第三个是说在运河经过的 其实会经过我们安平 然后我们安平有非常多的古籍 那同时呢 它会经过我们的渔港 那经过我们呢 在南边这边有工业区 然后有我们的商港 所以未来 会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 让你在这一边滑 让你知道 因为以后香港如果繁荣起来的时候 我们说不定还要有一个交通管制 所以这都不一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 虽然是只有第二届 不过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这些地方呢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最早的安平 然后呢你远远可以看到我们市政府 你也可以看到有工业区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发展的地方 所以其实你这样子下来 你对台南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滑完了以后呢 上岸了以后呢 那旁边就有很多的美食 所以滑了10公里以后 必然要补充一下 那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地方的经济 所以我想这个活动呢 是多元化的好处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呢 能够举办下去 去年好像有100多位选手报名 那今年应该是要有300 好225 所以还有少数几个可能可以报名的 如果各位呢 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个礼拜六呢 大家都能够在我们这一个运河 在我们安平 在我们台南呢 度过一个非常好的周末 谢谢大家 那最后我去制裁 大家这个四四十五 应该是去年 那我们今年是第二年 那因为去年 我们的这个 毒物周 有那么多吃 那今年 我们应该就 我们够准备一 一百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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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拿太少 对啦 对 因为 所以这个活动 他在办这种活动 他就是说 只要能够再来的工具 那我都没有太多 那要怎么这种活动 这就是说一个浅水型 一个处理型 一个 豆腐型 那我们就有一个 那我们就有些 那就是说 没有一定说 要独木中 我都说一只卡档 我也可以来够 对 对 对 要用这种活动 我可能也可以来够 所以 那去年 我是跟我们老师 我是说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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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少年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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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些 但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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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溫和的一個所在我們沒玩過的水 但是你說要搗到整個 都可以整個溫和洗澡頭 可能這個年輕人也很少 所以我去年是坐完兒子 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我們這個10公里 都要適合一個耐力 甚至說很適合一個運動 經濟 或是貧窮的風景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兵地 因為在開年輕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溫和的條件這麼好 我們就要搶載辦活動 因為這個休閒運動是一個世界的條例 這比較很明瞭 但是現在我們如果在走路面 要放拋 大家找到沒辦法 我們應該就要把應得對家的 政黨的休閒運動 所以另外像現在馬拉松 現在就人都很多 其實 因為我們實在說 過去我們的政府就是都一直在那裡 去壓擠 都喊擠 然後人家的喊擠 水也不能下去危險 關檔關塞 中的關 有時候大家 他就沒有出口可以消耗他的體能 所以有時候當然他就會走到一些 不一定是更好的 更適合世界的條例 這種的活動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 是很好的 我們希望可以 更多人參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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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說的是 我們副市長 我們校長一直在說 就是說我們這個活動 一定要改替 我們剛才說 我們的概念要改替 毛鬼 要對我們的生命裡面 要替掉 那些害怕 你像那個活動 我們為這個藍杆 其實這是不對的 因為 當你活動為藍杆 就是把我們活動的 教理 你說活動是要我們去 沈水 結果我們所謂的 就算不斷下去 所以 你像我們發電水上的活動 你像金鎮國中 岸民國中 西門國小的 岸民 那些藍門岸民 這些在附近這些學校 我們都可以鼓勵 去發電水上的運動的項目 你像我們這樣穩合 我們就藍杆拿起來 可以有一個流水堂 讓大家下去這樣 你現在藍杆為了 我要下去 我就再冤架了 所以應該 我們有一些東西 過時農務的東西 或是無限時代的東西 我們應該要去整理 這個 我們不用說開蓋一個錢 我們可以把這些 我們可以去沈水 這個學校可以去訓練 我跟我說 像我們在白龍巡 白龍巡 其實我們也可以設計 我們可以做一個世界性的 這款的一個比賽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差不多 還有建設上的一個比賽 應該我們可以怎樣 提供我 其實我們這個設計很簡單 你說 我們如果這樣稍微 讓大家有一個誘因 大家就來了 那些政策就很廣闊 這就是說政府 我們要去要去用心 這個生活就是運動 運動就是生活 現在我們的世年 現在大家現在告別的身體健康 身體你要健康就是要運動 運動就是要有好的 這些要求現的重數 所以這都是 這是最好的市場的建設 好啊 那個 那個 我們拜六 現在這次 我們應該在林茂娘 安逸橋 安逸橋 其實我很強 當然這個 因為我為什麼要去 要去個選 因為我也是要實際上去參與 我才可以去了解 我們安裝 還可以把這個 擺盤又辦得更好 其實 你如果在林茂娘 那時候 林茂娘 我們在台北甸裡 那裡 那裡的頂座也很大 你像很嚴重 你說 市長 在安逸橋上面 那裡的名牆 那裡的 我們在台北甸裡的選手 就還有一個很長的鼓勵 那裡的 你如果像說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一林茂叉 你就要安逸橋 那裡的 林茂娘 那裡的 波度 都很適合 準確來聽我 你選手 大家都可以在台北甸裡 那裡 市長 或是我們 副市長 我們在那裡 應該 我們一個稍微 一個細節 我們都要 其實你說 你說 外國人 他還怎麼進步 都是怎麼可以 做回人家 就是說 他可以 每一個細節的地方 都可以去注意 那很簡單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個外棟 因為我們可以稍微 擋一個頭蓋 要用一個 想 起來 這個外棟 並做一個 咖哩花火 因為我們只說 百幾隻的鎖 還沒辦法 做一個 你這樣扮到 有辦法 讓世界說好 像世界的問題 台南溫柔 這是台灣的代表 也可以 像國際舞台 這就是 要給那裡的 一些特性 這個 我們想那個條件 不是那個條件 我們要 你自己要信心 好 好